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只想娶你为妻 小白彻底懵了 接着小白开始意外连连 走在路上差点被花盆砸中 等车时差点被推到铁轨上 他很害怕 于是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男友 男友却认为他只是太累了 可当小白转过头 惊恐地发现眼镜男竟在远处看着自己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男友追上键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 小白刚放松警惕 旁边的位板突然倒了下来 为了救他 男友不幸被木板砸死 晚上 小白噩梦连连 此时 眼镜男出现 他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小白奋力挣扎 还好及时按下了旁边的呼救器 才得以脱险 为了保命 小白赶紧找到神婆救助 神婆提醒他 如果他的名字 一旦被写在彩马匾额上 并挂在祭祀场 就会被捉去当鬼新娘 必死无疑 突然 眼镜男出现 他从神婆手中抢走匾额 而他的帽子也脱落下来 竟是眼镜男的母亲 原来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 他爸儿子一个人太孤独 一定要小白死 他拿着匾额疯了般跑出去 眼看写着自己名字的匾额 就要被挂在树上 他冲上前 直接摔到地上 影片的最后 眼镜男的母亲因为谋杀罪 被警察逮捕 本以为就此逃过一劫 小白却接到了男友母亲的电话 他告诉小白 自己的儿子 一直希望能和他结婚 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 他便把两人的名字 同时写在了匾额上 这样 他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匾额 小白惊慌是错 一不小心踩空 摔下了山 临死之际 他隐约看到男友来接自己 他终究没逃过 冥婚的魔咒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冥婚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问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